孟洲國際是我近年買入的股份 我對豬肉股的喜好不是特別高 因為早年曾經投資另一間豬肉股的體驗 並不算愉快 還有我對肉製品的認識其實非常有限 今次孟洲的盈利回湧 主要來自豬肉的部份 肉製品分佈保持穩定 但豬肉分佈的轉型 的報表理解和管理層的解話 未能完全令我鬆服 派適也出現奇怪的現象 因為中期的派適大增 但盈利未算同步 整體的行業可算是中規中矩 未算特別突出 畢竟產業只是傳統行業 不能夠預期大高 公司屬於肉製品的龍頭企業 經營地域主要在中國和美國 美國會有一定的政治風險 餘口 駿駛 竹魚 撞進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